我能帮你们一次两次 但我不能帮你们一辈子啊 哥 小冬在投资生意 什么生意啊 就小本生意 你放心 以后指定挣大钱 这人呐 不能光想着挣大钱 你看看咱们 光想着挣大钱呢 现在呢 反而没了不说 差点要了半场命呢 我会注意的 我跟咱妈又不一样 那你说说 什么生意啊 我 哎呀 哥 你就别问了 哎呀 最后一次了 最后一次 你上回也这么说 你这次真是最后一次了 我不是不借这个钱 咱们是兄妹 一个妈生的 我真担心你们走弯路 知道吗 哎 哥 这四次华信用卡 而且五万块钱对你来说也不算什么吧 你信不信 只要坏习惯不改 还有下次 还有下下次 你信不信 只要坏习惯不改 你们还会有下次 还会有下下次 哎 哥 到底我们都懂 你到底借不借啊 借可以 你们得给我写个借条 什么借条 啊 哥 我可是你亲妹妹啊 你还担心我不还你年 哈 就是因为是亲兄妹 更应该写这借条 这传出去多丢人呀 你们超前消费的时候 就应该能预见到这些 这些是不是曾莉莉的主意 那个女人心眼真多 你能不能礼貌些 这跟莉莉有什么关系啊 你就是怕老婆 哎呀 行行 哥哥哥 这条我写 我写也可以了吧 就写 每个月分期还给我 每个月 那我们还活不活了 这样才能约束你们养成好习惯 借不借啊 不借算了 哎 行行行 借借借借借 我写我写 记住啊 这借条是有法律效应的 我还的话 我到法院起诉你 记住啊 这借条是有法律效应的 我还的话 我到法院起诉你 哥 你说话也太气人了吧 你还真歧视我吧呀 嗯 你们试试看 哎呀哥 钱的事你放心 你们记得 这借条啊 是帮助你们养成良好的习惯 收拾收拾准备吃饭了 好的 准备吃饭了 你现在把我都控制的可以啊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葫芦里面在吃药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你就说是不是你的臭主意吧 什么主意啊 你还给我装糊子 我早晚一会 五万块钱打你卡伤了 哎 我看你哥对我们意见不小啊 你说都一家人 这个五万块钱还要打借条 传出去被人笑掉大牙 哎呀你也别怪他 我们天天问他借钱也不还 就算是倾格也不行呀 我看他就看不起我 哎呀你想多了 我哥我还能不了解吗 都是那个曾丽的 我现在看到我就烦了 哎老婆 等我以后挣钱了 我们谁的脸色都不看 老公 那你就赶紧挣钱 早日带我脱离苦日子 放心吧老婆 你马上就会过上好运 不过你到底是做什么生意啊 你不说我也没有问过 到底行不行啊 肯定行啊 我你还不放心吗 我相信你老公 张叔 我来看看什么 看我妈 我妈有什么好看的 哈哈哈哈 呃 你不是要准备休门去吧 啊对不准备上班去 然后还早了 我们把梦子 嗯 好嘞啊 你是不是 不喜欢你张叔 哎呦 哎呦 我就觉得这个邻居妈 就比我的邻居这样 哈哈哈哈 阿伟啊 嗯 我和你妈的事情 你是怎么想啊 啊 我觉得 我们有时间 可以好好聊聊 哦好啊 随时都可以聊 啊行 那我们今天着急上班 那个你们感谢再聊啊 张叔 我妈在屋里呢 哎你们里面早上班呢 哎 哎呦 哎呀你拉我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你 你对人家张叔就像防贼似的 你这样做人家心里怎么想呀 我管他怎么想 我们俩不在家 他们俩孤男寡女的在家里 你说合适吗 你管得着吗你 再说了 我觉得张叔这个人看起来还不错 最起码人家感觉很实在呀 实在 实在什么 人不能被表面欺骗啊 选择吗 你还是不 rely 找个时间好好考验点 人家用得干你考验呀 你别再惹咱爸爸生气了 放心吧 我有分寸的 我看 你孩子 对我们 menciona很大 别的 piej 给你他 整天一生你他 他叫他叫他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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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叫他叫他xxxxxxx 他叫他舔他,叫他就叫他 不要叫他 不叫他 嗯 你找他 你找他 他一些 他就知道他 他叫他 他就带他 他要去 李阿姨,不管你用什麽方法,你帮我试探一下我张叔,试探试探一下,他还是很划写的 放心好了,在这方面我是专业的,我可是话就全出声的哦 放心好了,在这方面我是专业的,我可是话就全出声的哦 行,那这我就放心了,等会带你去认试 可以,没问题,不过那个钱 钱你放心,完成之后我马上转给你,如果完成好,给你加钱 好,那说定了啊,这样,你先到楼下等我,我一会下来好了 好的好的 阿伟,你这是干什麽呀,你这个手段叫做下三啊,你懂吗 我懂,那我想过了,这是最好的办法 你说我们对张叔都不了解 咱们老了老了,再遇到个渣男,那不完肚子了吗 我真不知道你是怎麽想的,你这是要让咱张叔知道了,他肯定不高兴啊 我有分寸,放心吧 我就想知道张叔对咱妈是不是真心的 哎,我真对你无语了 咱们看结果吧 李阿姨啊,看到没,那个穿红色衣服的就是张叔,你可以过去吗 有不好消息 加油 你好呀 你好 你经常来这锻炼吗 怎么这几天都很少看到啊 我不常来,好好玩一次 怎么不带老伴出来啊 我还没老伴 好巧我也没有 是吧 行 那你自己先玩着 我先走了 大哥,等一会儿 你说我刚刚搬到这个小区 咱俩认识认识呗 老哥,等一会儿 怎么了 我刚搬来这个小区 咱俩认识认识呗 哦 呃,这不已经认识了吧 我说的认识啊 是加个微信留个电话什么时候 你闲下来的时候可以去我那坐坐 我闲下来的时候可以去你家坐坐 哼,那就不必了 免得别人说闲话 哎哎,那说什么闲话呀 咱们不是交朋友吗 再说你也没有老伴啊 你还准备找老伴吗 哎,我说 我找不找老伴 跟你有关系吗 哎呀,老哥 你误会了 我当你是朋友问问吧 哎,我说你这人问题还真多 不劳你费心 我已经找好了 下个月还要结婚呢 哎呀,那真可惜 哎,我说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不好听啊 什么叫可惜啦 我好 我好 好 我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